阿库亚意外当了妈妈 孩子却亲近恶魔 何真开启了后宫模式 女神厄里斯却留下了悔恨的泪水 各位观众老爷们好 今天我们紧接在上一期继续缩一缩 为美好世界献上祝福的第八卷 让我们看一看在这一卷里 何真身边有发生的那些有趣的故事吧 苏接前文 原来克里斯真的就是幸运女神厄里斯 她化身成盗贼冒险者 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达克尼斯的愿望 成为一起冒险的伙伴 另一方面是为了帮阿库亚擦屁股 却回收失去穿越者的神器 避免围惑人间 本来这次克里斯来 是请求何真一起去贵族家里 回收一个名叫爱鬼斯的圣凯 何真则很客气的回答 我不听我不听 王八虐金 何真现在只想回家开后宫 但最终何真架不住克里斯耍嗲的攻势 最后还是答应了一起去冒险 而另一边 阿库亚发现了诅咒 达克尼斯父亲的恶魔 跟面具男巴尼尔有关 于是阿库亚就和威子 把面具男绑到了何真家里 兴师问罪 威子更是想向何真道歉 面具男诈骗回来的钱 全给他拿去买魔法矿石 全败光了 不愧是本作里和阿库亚 比肩的败家娘们 了不起 而面具男大敢冤枉 诅咒这事不是他干的 虽然他在里面操控了一下 但就结果而论 这不正好让达克尼斯 更加的喜欢了何真吗 而且达克尼斯现在连睡衣 都穿的越来越单薄了 这段听不懂的 请参考前一卷 何真夜袭 差点糟蹋达克尼斯的那一段 结果就是 面具男的话还没有说完 恼羞成怒的达克尼斯 就和面具男 扭打成了一团 但何真带着 每日一抱的惠惠回家时 达克尼斯和威子 因为雾伤 晕死了过去 而阿库亚和面具男对峙的中间 有一只黄色的小鸡 正黏着面具男 对 没错 这个小鸡 就是上一卷里 阿库亚吃巨子 买回来的龙蛋 绝尔蒂 果然该应该叫造双啊 这只孵化期间 注入过女神级恶魔魔力的小鸡 因为出生时 第一眼看到了面具男 所以他只亲近面具男 而不是阿库亚 可阿库亚 又以自己是小鸡的母亲自居 逼着面具男 把小鸡还给他 面具男也只好变出一个 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假人 留在了何真家 作为小鸡依赖的睡床 然后面具男就带着 生命垂危的威子回去了 阿库亚因为痛失了小鸡 亲密自己的机会 为了能让小鸡崇拜自己 亲近自己 正巧是在克里斯 来找何真帮忙的时候 阿库亚不由分缩 拉着克里斯 让他帮忙 一起去搅黄 厄里斯祭奠吧 把祭奠 变成阿库亚女神的祭奠吧 拉克里斯 因为替他父亲 暂时接管领祖的地位 所以没法参与 惠惠则是认识阿库亚教的人 所以也没有反对 陪阿库亚胡闹 唯独何真 根本不想管阿库亚 结果阿库亚第二天 硬是闯进了何真的房间 要拿水滋何真一床 作为妖协 逼着何真 与本地的阿库亚教的祭司 赛西利 一起去让商店街的人 把祭奠 改成阿库亚的庆典 阿库亚教重了精神状态 请各位参考动画的第二集 第八集 全是偏执狂 可见这个任务的艰巨性 好在这个祭司赛西利 不太一样 他一边道德绑架 一边差点掐死祭奠的主办会长 不过 因为何真穿越前 没能好好享受过祭奠 感到有些后悔 索性何真决定帮阿库亚一次 他跟会长商量 让祭奠变成厄里斯 与阿库亚共同的祭奠 这样就可以让阿库亚教 也出一半祭奠的筹办费用 这不就又省了成本 又能利用两教的对抗意识 让祭奠规模扩大 销售额增加了吗 还有就是 可以利用阿库亚是水神的名义 让固贪的小姐姐们 穿泳装去洒水 既能养眼又能防止众暑 还能吸引游客 会长一听 这是个做资本家的鬼才啊 于是立马就雇佣何真 做祭奠的顾问 并允诺祭奠的收入 何真也能分一杯羹 在经过一系列的筹备之后 祭奠顺利开幕 阿库亚教重的摊位 和厄里斯教重的摊位 分在两个不同的区域 阿库亚这次 是异常认真的拿出了干警 并且还是自己拿出了 全部存款来携办祭奠 所以第一天 阿库亚这边的摊位 差点赔死 因为他们这 有把巨型蛤蟆的蝌蚪抓来 当捞金鱼的游戏里的金鱼 有开设鸡摊 把厄里斯女神像当靶子的 有直接卖考海怪的 有道德绑架 来强行卖小孩子蜥蜴的 唯一画风不同的是 阿库亚 把克里斯也绑到了这边来看摊位 搞得还是抽奖活动 导致根本不用作弊 任何人到克里斯这边抽奖 怎么样都不会中 看到眼前的一副惨状 为了避免祭奠 被阿库亚这边的人拖了后腿 坏了祭奠的名声 何珍清零指导 因为何珍学了厨师的技能 能做出一手好菜 于是他让阿库亚发挥表演才能吸引客人 何珍则教阿库亚教重 如何做日本料理 这才慢慢的 让阿库亚这边的摊位 起死回生 等这一切平稳之后 何珍终于有了时间 可以享受祭奠 他与惠惠约会 一起去祭奠看烟花 但是烟花会吸引来各种昆虫的袭击 为了保护祭奠 惠惠突然在祭奠兴奋了起来 打算放出爆裂魔法 所以 恰惠以危害安全的罪名 被警察带走拘留了 恰巧这之后 何珍碰见了克里斯 两人索性一起 去继续回收贵族家里的圣凯爱鬼子 结果这个圣凯跟何珍一样鬼畜 不仅有独立人格 还非要他看上的妹子才能穿他 而且要凶大的 圣凯还会免疫魔法 导致锁链一挣脱 这个圣凯自己就撞墙逃走了 而贵族家里丢了东西的事 立马就传到了代理领主的达克尼斯那 达克尼斯立马就锁定 跑来找何珍和克里斯算账 一边抱怨一边气得直说 怎么就没有一个省心的呢 原来阿库亚那边 因为生意变得比厄里斯教的那边的人要好 就提出申请 以后单独举办 阿库亚女神感谢记彻底取代厄里斯的祭典 达克尼斯后来没有继续计较盗窃的事情 而何珍为了不让克里斯伤心 想出了一个办法 他利用植物之便 在厄里斯教这边的摊位 办了一个选美大赛 既可以通过美女的流量吸引来游客 又可以椅子调到那个好色的圣凯 于是选美一开始 圣凯立马就自投罗网 被何珍抓住了 不过两人都选择暂时停火 一起享受观看美女的机会 可是选美的中途突然来了一个没见过的魅魔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正当大家觉得这个魅魔赢定的时候 魅魔脱下了 她的皮 从里面钻出了面具男巴尼尔 面具男就是想享受在场的人类负面情绪 以此为时 这导致厄里斯这边的人流 差点全跑到阿库亚那边去了 情急之下 何珍让克里斯以厄里斯的面容也去参加选美 来挽回人气 结果克里斯照做之后 确实人都跑回来了 准确的来说 全涌过来了 因为大家都说 幸运女神下凡了 感真要与漂亮的幸运女神握手来增加好运 为了拯救被人围困在中间的克里斯 同样被厄里斯面容给迷倒的圣凯 也选择了帮助何珍 让克里斯钻进了圣凯的体内逃走了 何珍则负责使用魔法驱赶观众 最终何珍如愿以偿地和慧慧被关到了一起 拘留到了庆典的结束 至于独办这事 因为阿库亚大聪明灵光一闪 搞起了传销 被达克尼斯发泄 把骗来的钱退了回去 所以独办庆典的事最终没能通过 但以后两教合办庆典的事情 却因为此次庆典的成功被固定了下来 又因为厄里斯女神的显灵 何珍他们所在的城市成为了朝拜圣地 巧的是庆典结束的这一天 还是何珍的生日 就在何珍宣布自己已经17岁的这一天 卉卉悄悄悄地在何珍耳边说道 今晚来我的房间好吗 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好了 以上就是为美好的世界线上祝福的 第八卷的大致内容 喜欢的朋友如果想要支持一下 本期视频点赞过4万 我就一天之内做出下一期第九卷的内容 希望各位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